这期继续分享第32回 楚衡点点头 好,我会安排乔主任定期给丰书记汇报的 徐鸿刚接着道 楚部长,既然我这次是托产学习 不理的工作,你就要全面抓起来 大胆放手干旧事 没什么特别重大的事 不要打扰我 楚衡点头 徐部长放心 我一定会尽到自己的职责 丰大年孝道 看来鸿刚部长这次是要两耳不闻不理事 心无旁骛专心学习了 徐鸿刚笑道 那是必须的 难得有一次可以静心学习的机会 可一定要抓住 三心二意学不好 拿不到结业证 回来景书记会课我的 大家都笑起来 丰大年接着道 鸿刚部长明天就要出发了 今晚我们给鸿刚部长践行吧 徐鸿刚刚要推辞 楚衡接着点头 对对 很有必要 乔主任 你安排一下 今晚大家欢送徐部长 乔梁点头答应着 丰大年看着乔梁 小乔 今晚给鸿刚部长践行的 除了在座的各位 你再通知一下三江县委宣传部的柳部长 我下午上班的时候 在大院里遇到他了 既然他在江州 那就顺便一起参加 乔梁一愣 柳一平来了江州 怎么没在部里见到他 他怎么没来徐鸿刚这里 难道是来找别的人的 别的人会是谁 莫非是丰大年 想到柳一平前些日子 想攀附丰大年的事 乔梁觉得应该是 不知柳一平攀附丰大年 到了什么程度 但听丰大年 让他参加今晚的饭局 似乎他们已经接上头了 而且还挺和谐 乔梁看了一眼徐鸿刚 他脸上带着微微的一丝意外 随即不动声色 会后 乔梁订完酒店 给柳一平打了电话 通知他参加今晚的送行宴 柳一平接着就答应下来 似乎并没有什么意外 晚上七点 送行宴在江州宾馆举行 桥梁订了一个豪华大单间 柳一平来到后 恭敬和丰大年 徐鸿刚打招呼 柳部长今天来江州 有何功干啊 徐鸿刚随口问了一句 呵呵 我去旅游局和他们谈三江 红色旅游景点 网上申报的事 正好赶上徐部长的送行宴 真巧 柳一平道 嗯 是巧 欢迎啊 徐鸿刚笑起来 乔梁觉得柳一平没说实话 旅游局不在大院里面 他去旅游局怎么出现在大院里 乔梁直觉柳一平在努力攀附 封大年的同时 不自觉对徐鸿刚有些疏远了 不知徐鸿刚有没有觉察到 送行宴上 大家轮番给徐鸿刚敬酒 说着热情洋溢的恭维话 气氛和谐热烈 轮到文远给徐鸿刚敬酒的时候 徐鸿刚幽默道 文总 在我学习气见 你这位主持 可要和楚主持配合好啊 有你们二位主持 宣传系统这座庙 香火一定会更旺的 大家都笑起来 楚衡笑得很含蓄 文远笑得很尴尬 心里暗骂 你嘛 徐鸿刚在拿自己开涮呢 同样的主持 却是不一样的境遇 接着柳一平给徐鸿刚敬酒 喝完后封大年道 鸿刚部长 柳部长很有能力 在全市各县区宣传部长里 应该算是出类拔萃的 徐鸿刚点点头 封书记 柳部长应该是你在三江担任县委书记时候的老部下吧 对 不过那时柳部长在乡镇工作 和我直接打交道很少 我对他的能力 那时并不了解 最近我去了一趟三江 听取了县里宣传工作的汇报 才发现自己当年漏了一个人才啊 徐鸿刚微微一正 接着呵呵笑起来 乔梁眨眨眼 我靠 封大年最近去三江巡视柳一平的工作了 这是自己丝毫不知 看徐鸿刚的神态 似乎他也不晓得 封大年这么做 显然是给柳一平称面子 鼓劲打气的 同时躁躁舆论 看来柳一平上次去黄园见封大年 效果不错 听封大年夸自己 柳一平很开心 接着又给封大年敬酒 封书记 你可是我的老领导 今后还要你多多关照栽培 好 好 来 一起喝 封大年乐呵呵举起杯 看着柳一平和封大年喝酒 徐鸿刚眨眨眼 若有所思 饭局快结束的时候 楚衡对乔梁道 乔主任 明天 你送徐部长去黄园 乔梁看徐鸿刚没有反对的意思 就点点头 第二天早上上班后 徐鸿刚要走了 楚衡带着各位副部长 在楼下送行 徐鸿刚和大家握手告别 然后乔梁跟着他上车离去 车子上了高速 徐鸿刚沉默了半天道 小乔 柳一平最近在忙什么 乔梁心一跳 最近我和他没联系 不知道 乔梁显然感觉到 从昨晚柳一平和风大年的表现上 徐鸿刚似乎觉察出了什么 徐鸿刚又沉默片刻 小乔 作为部办公室主任 你除了做好部里的工作 平时也要注意 多和各县区宣传部长保持联系 乔梁明白徐鸿刚这话的意思 盲点头 徐鸿刚接着道 小乔 同为副处级女干部 你觉得柳一平和叶欣怡有什么区别 乔梁笑笑 没感觉出什么多大的区别 就是一个在市里 一个在县里 一个是副处级正部长 一个是副处级副部长而已 你真的认为只有这些吗 徐鸿刚似笑非笑道 这个 或许他们的性格也有些不同吧 有部长开朗爽直 也部长含蓄内敛 呵呵 一个人在官场的表现 往往就是性格决定的 性格决定命运啊 徐鸿刚加重了语气 似乎话里有话 乔梁一时琢磨不透 徐鸿刚这话里真正的意思 中午到了黄园 直接去黄园宾馆吃饭 吃饭的时候 遇到了吴惠文 他来黄园开会的 吴惠文先是恭喜了徐鸿刚一番 接着道 鸿刚部长 我的车上午 在市区被一辆工程车撞了 送去了4S店 最快要明天修好 我下午散会后 打算回江州 正好你的车来了 没问题啊 小乔 下午你来宾馆接吴市长回去 徐鸿刚对乔梁道 乔梁点头答应着 吴惠文冲乔梁笑笑 那就辛苦乔主任了 吴市长客气 为领导服务是应该的 无上光荣 乔梁忙道 吴惠文看着徐鸿刚 鸿刚部长 我可真羡慕你有小乔这么一个能干的身边人 徐鸿刚笑起来 吴市长 你刚换的秘书不也是很能干 咦 怎么没见你秘书呢 吴惠文笑笑 他家里有点事 我自己来黄园的 乔梁想到自己下午要和美女市长一起回江州 不由莫名兴奋 下午上班后 小镇开车直接去省委大院 乔梁是第一次来省委办公大院 看着里面进进出出的人 不由想 这些人里不知有多少是大官 又不知有多少人以后会成为大官 到底还是在省里工作好啊 像徐鸿刚那样 往下一放就是副厅级 这样一想 不由有些羡慕 车子在省委大院里匀速行驶 直奔组织部 经过一个人身边的时候 徐鸿刚突然到 停车 小镇随即刹车 乔梁一看车边正背着手行走的人 我靠 廖古峰 看来这老爷子喜欢散步锻炼 徐鸿刚随即打开车门下车 乔梁忙跟着下去 廖书记 徐鸿刚满脸堆笑 恭敬地伸出双手 廖古峰看到徐鸿刚 呵呵笑了 和他握手 小徐 你来这里是 廖书记 我明天要去中央党校学习 今天来省委组织部报到集合的 嗯 好 学习好 机会难得 要好好学 认真学 带着问题学 结合实践学 廖古峰 廖古峰 缅励了徐鸿刚一番 徐鸿刚向着小学生 边听边恭敬点头 然后廖古峰又看着乔梁 笑咪咪道 小家伙 你是来送徐部长的 乔梁刚要说话 徐鸿刚接过来道 不是的 廖书记 小乔是我们部办公室主任 他来省委宣传部送一份文件 顺便就和我一起来了 乔梁顿时佩服徐鸿刚反应的敏捷 他显然知道 廖古峰是不喜欢大小官员 迎来送往那一套的 于是就随机应变 如此回答廖古峰 廖古峰点点头 接着道 小徐 前段时间松北县委书记的事 我听说其中有一些叉叉 最后是谁干了 乔梁有些意外 廖古峰竟然知道 一个小小县委书记的事 廖书记 当初市里报道 省委组织部的是赵小兰 最后批的是苗培龙 一般来说 市委报来的县委书记人选 省委组织部都会批的 但这次松北却是个例外 小徐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听廖古峰这口气 他刚才显然是明知故问 这个 徐鸿刚觉得不好回答 就摇摇头 小家伙 你知道不 廖古峰笑看乔梁 乔梁有些紧张 脱口而出 报告廖书记 我想是因为众望所归 好 说得好 众望所归 廖古峰用赞赏的目光看着乔梁 小家伙眼光不错嘛 我看你干宣传有些可惜 应该去干组织 乔梁不好意思笑起来 徐鸿刚也笑 心里有些傲丧 自己怎么没想到众望所归呢 竟然被乔梁打对了廖古峰的心思 廖古峰看着徐鸿刚接着道 县委书记虽然级别不高 但却是基层最重要的父母观 配备何事与否 直接关系到几十万 上百万群众的福祉 万万马虎游戏不得 基层和群众的认可 才是最重要的 廖古峰这话 显然带有责备江州市委的意思 徐鸿刚唯唯诺诺点头答应着 乔梁敬仰地看着廖古峰 觉得他的形象很高大 说的这些话语重心长 是啊 只有心系群众的高官 才是真正的好官 一个官员的好坏 不应是上级来评定 老百姓心里有感成 乔梁暗暗下决心 如果今后自己当了大官 一定要一心一意 为群众谋福利 廖古峰说了一会 看着乔梁幽默道 小家伙 你认为我说的对不对 对对 乔梁使劲点头 廖书记 您这一番话 让我很受教育 胜读十年书呢 廖古峰笑起来 小家伙的话 肯定让我很受鼓舞 看来我要更加努力 好好干了 乔梁又不好意思笑起来 觉得廖古峰 真的是个平易近人的大官 既风趣又亲民 徐鸿刚在旁边跟着笑 这时竟然有些羡慕乔梁 这家伙是自己的随从 廖书记 却如此喜欢和他开玩笑 自己多少有点被冷落的感觉 随即又觉得奇怪 廖古峰怎么会对自己的随从感兴趣呢 一时想不明白 只能解释为 廖古峰平时高级别官员见多了 想和小人物逗逗乐放松一下 何况乔梁又很精神伶俐 说话讨人喜欢 和廖古峰分手后 徐鸿刚对乔梁道 你们直接去黄园宾馆接吴市长吧 我不行去组织部 乔梁想笑 看廖古峰在大院里不行 徐鸿刚不敢坐车了 乔梁接着回了黄园宾馆 会还没散 就在宾馆门前等着 一直等到四点多 会散了 吴惠文回到宾馆 小乔 等我一下 我上去收拾行李 吴市长 我帮你去拿行李 乔梁跟着吴惠文上楼 乔梁觉得吴惠文很像 廖古峰说的那种官员 做事不讲排场 出来开会 秘书家里有事 也不带其他随从 作为他这一级的领导来讲 真的很难得 到了吴惠文房间 吴惠文去上卫生间 乔梁直接收拾吴惠文的行李 吴市长 你平时出差 也都是秘书 帮你收拾行李吗 乔梁突然问了一句 不 都是我自己收拾 吴惠文抬头看着乔梁 似笑非笑道 你想到什么了 没 没什么 乔梁尴尬笑笑 随即却又松了口气 为什么松气 不晓得 收拾完行李 吴惠文看乔梁傻乎乎 站在那里 抿嘴一笑 傻小子 愣着干嘛 我们该走了 哦 好 好 乔梁反应过来 忙提着行李箱出去 下楼上车 离开黄园 直奔江州 第一次和美女市长同坐一辆车 乔梁心里涌动着莫名的兴奋 回去的高速上 吴惠文和乔梁闲聊 小乔 国税局援局长魏厚城的事 你是怎么看的 乔梁知道吴惠文指的是 魏厚城被反贪局抓走的事 回答道 莫伸手 伸手必被捉 我觉得他是自作自受 你没有感到快意 吴惠文看着乔梁 乔梁笑笑 这似乎和个人恩怨无关 再说我并没有因为他刁难正泰集团的事 受到处分 但你却受了惊吓 却让景书记对你有了很不好的看法 吴惠文似笑非笑道 这似乎并不能成为我感到快意的理由 乔梁说这话的时候 想到魏厚城的事 不出意外应该是徐鸿刚和大悲头捣鼓的 心里略有些不安 却又觉得为后城市报应 吴惠文笑了下 小乔 我觉得你这人不但善良 还浑身带着一股正能量 我听说因为敬酒的事 你之前和景书记 还发生过一次不大不小的冲突 弄得景书记差点下不来台 你胆子可真不小啊 乔梁脱口而出 景书记那么大的官 我哪里敢惹他 是他先让我下不来台的 我是被逼无奈 呵呵 你这家伙 吴惠文又笑起来 接着转移话题 前段时间 松北县委书记人选 突然发生变化的事 你是怎么认为的 吴市长 这是市里高层的事 我如此一个小人物 是不是一乱发表看法的 乔梁谨慎道 没关系 我们现在是私下聊天 有什么看法放心说 吴惠文鼓励道 乔梁于是 又把回答 廖谷峰的话说出来 我觉得苗书记 是众望所归 所以最后 是他当了县委书记 吴惠文点点头 嗯 除了众望所归 你觉得还有其他因素吗 这个 乔梁摇摇头 省委组织 不改变的市委决定 即使有其他因素 我也是想不出的 不知吴市长 是怎么认为的 我觉得 吴惠文尘迎着 没说出后面的话 乔梁接着道 其实我说众望所归 省委廖书记 也是很赞同的 廖书记 吴惠文眼皮一跳 你什么时候 遇到廖书记了 乔梁于是 把在省委大院 遇到廖谷峰的事 说了一下 听乔梁说完 吴惠文尘思着 似乎廖谷峰 对松北县委书记 这是不但知道 而且还挺关心 似乎廖谷峰 对赵小兰 和苗培龙的 个人情况 还略有些了解 不知是 省委组织部 给他汇报的 还是他通过 别的途径知道的 而如果是 别的途径 又会是什么人 告诉他的呢 吴惠文一时 想不明白 同时 吴惠文又有些困惑 作为乔梁 这样的小人物 和廖谷峰 是扒杆子打不着的 但廖谷峰 却似乎对乔梁 颇有兴趣 上次在 三江招待所散步 遇到乔梁 就主动 和他握手斗勒 这次在省委大院遇到 又和他幽默一番 作为廖谷峰 这样的大领导 为何对一个 小小的乔梁 如此有兴趣呢 难道只是因为 这小伙 长得精神帅气 说话讨人喜欢 似乎不像 省委大院里 像乔梁 这样的年轻人多了 那又是为何 吴惠文眉头 微微皱起 一时不得其解 不由对乔梁 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兴趣里 似乎包含着 不由自主的喜爱 想起自己刚患的秘书 吴惠文就不由皱眉头 要是乔梁 能做自己的秘书多好 一定比自己 现在的秘书 强很多倍 但吴惠文又明白 现在乔梁是徐鸿刚身边 最重要的身边人 自己显然不能夺人所爱 如此一想 不由很遗憾 一会车速慢下来 前面堵起了长笼 最后干脆走不动了 怎么回事 吴惠文问道 小郑下车去看了下 接着回来道 前面二十公里处出了车祸 车辆都堵住了 看看天色江黑 乔梁道 糟糕 不知今晚几点能到江州 虽然如此说 乔梁却又暗喜 能和美女市长 多待一会也不错 能堵在高速上过夜才好呢 一会车龙又缓缓往前移动 小郑边开车边到 前面有个出口 走下面可能会快点 乔梁回头看着吴惠文 吴市长 你说呢 吴惠文往外看看 沉思片刻 小郑 走下面的话 还有多久能到江州 小郑想了下 下面是山路 大货车多 不塞车的话 大概十点左右能到 塞车就不好说了 要这么久 吴惠文皱皱眉头 那到松北呢 小郑又想了下 下了高速 再有一个多小时 就到松北了 吴惠文点点头 好 安全第一 我们不敢夜路 今晚到松北住下 明早回江州 小郑点点头 接着在前方出口下了高速 直奔松北 乔梁接着摸出手机 吴市长 我给松北县尾打的招呼吧 这个 吴惠文尘吟着 我们只是路过住一宿 似乎不必惊扰他们 乔梁笑道 吴市长不想打扰他们 本意是好的 但如果他们知道 你来了松北 却不通知他们接驾 心里会很不安的 这下面也有下面的难处啊 吴惠文也笑了 不由赞赏乔梁 考虑问题周到 那好 你安排下吧 乔梁接着给苗培龙 打通了电话 苗书记你好 我是市委宣传部的乔梁 在吴惠文面前 乔梁不想让他听出 自己和苗培龙熟悉 一听乔梁这口气 苗培龙就意识到 他旁边有人 而他此时正和姚健 在一起谈事情 自然也不能流露出什么 乔主任你好 苗培龙客气道 一听苗培龙说话 如此客气 乔梁就知道 他身边同样有人 苗书记 吴市长从黄元回江州 遇到高速堵车 临时决定去松北住下 我们大约七点到 直接去县委招待所 一听这话 苗培龙精神一震 接着道 除了吴市长和你 还有几个人 还有驾驶员 就我们三个 乔梁道 苗培龙感到很意外 乔梁怎么和吴惠文一起 安排其他的行程来了 难道这小子 调到市政府 成吴惠文的秘书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自己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随即又觉得不对头 乔梁刚才还在电话的时候 说自己是市委宣传部的 并没说是市政府的 这到底是这么回事 难道乔梁市 借调到市政府 给吴惠文当秘书的 苗培龙有些糊涂 挂了乔梁电话 对姚建道 吴市长和市委宣传部的 乔主任七点到松北 一行三人 你去安排下食宿 今晚我们一起 陪吴市长吃饭 姚建答应着 心里有些别扭 尼玛 苗培龙不久前 还和自己一样是县长 资历还没自己身 现在却安排自己做事了 但想想又无奈 苗培龙现在是县委书记啊 自己不服也没用 只能听他的 又觉得奇怪 问苗培龙 乔梁不是在宣传部吗 怎么跟着吴市长一起来了 吴市长的秘书呢 这个我也不清楚 姚建边往外走 心里边嘀咕 难道乔梁这小子 成吴惠文秘书了 晚上七点多 吴惠文和乔梁到了松北招待所 车子在贵宾楼前停下 苗培龙和姚建正在楼前恭候 看车号是徐鸿刚的 苗培龙和姚建更糊涂了 吴惠文干嘛不坐自己的车 接着吴惠文和桥梁下车 苗培龙和姚建忙营上去 热情握手招呼 吴惠文把自己车坏的情况简单说了下 苗培龙和姚建才明白了事情原委 吴市长 房间都安排好了 你们先去房间休息一下 然后吃饭 苗培龙道 吴惠文点点头 乔梁从车上拿下吴惠文的行李 大家进楼 直接去房间 苗培龙和姚建没跟上去 在楼下大厅等着 到了吴惠文的房间 乔梁把行李放好 对吴惠文道 吴市长 我住在你隔壁 有事领导随时吩咐 吴惠文微微一笑 小乔 今天你可是干了我秘书的活 辛苦你了 吴市长客气了 为领导服务是应该的 乔梁嘴上客套 心道 你秘书没干过的活今天我也干了 如此一想 不由得意 一会 吴惠文和乔梁 小郑下楼 苗培龙和姚建迎上来 大家去餐厅吃饭 按惯例 小郑是不上领导桌的 正准备直接去大厅吃 吴惠文叫住他 小郑 今天就我们几个人 你一路开车辛苦 和我们一起吃吧 这 小郑有些犹豫 看着乔梁 乔梁点点头 既然吴市长如此亲民 你就从了吴市长吧 乔梁这么一说 大家都笑起来 苗培龙和姚建暗想 看来乔梁和吴惠文关系搞得不错 在他面前说话如此随意 大家去了餐厅一个豪华单间 苗培龙做主陪 姚建当副陪 吴惠文和乔梁分别做主附宾 小郑坐在乔梁下手 接着开始上菜 苗培龙试探地看着吴惠文 吴市长 今天天气比较冷 喝点白酒 吴惠文平时一般是喝红酒的 今天心情不错 又知道这几位都是喜欢喝白酒的 于是点点头 行 喝白的 于是上了两瓶五粮夜 姚建亲自倒酒 给吴惠文倒完 又要给乔梁倒 乔梁忙站起来 姚县长 这可使不得 哪能让领导倒酒 我自己来 姚建亲热地一按乔梁肩膀 哎 乔主任 你是客人 我们是老熟人了 不必客气 说完姚建给乔梁倒酒 乔梁两手捧着酒杯 连声道谢 吴惠文道 乔主任和姚县长 是怎么熟悉的呀 乔梁道 我老家在三江 姚县长来松北之前 可是我的父母官呢 吴惠文点点头 原来乔主任老家在三江 三江可是个好地方 是江州的财政大县 姚县长在三江财大气粗贯了 到了松北会不会觉得捉襟见肘呢 姚建神情略有些尴尬 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苗培龙接过话 这个请吴市长放心 虽然松北的财政比较紧张 但姚县长理财有方 一定会安排得有条有理的 吴惠文微微一笑 我相信二位搭档 一定会让松北的经济发展起来 松北的财政也一定会宽裕起来的 一定不辜负吴市长的期望 苗培龙举起杯 吴市长 欢迎你来松北视察 吴惠文举起酒杯笑了下 我今天来可不是视察 只是路过借宿 本来是不想打扰你们的 但乔主任不同意 非要通知你们 我也只好从了他 苗培龙和姚县都笑 乔梁不好意思道 吴市长 你怎么能从我呢 应该我从你才对 事实不就是如此吗 吴惠文含笑道 苗培龙此时 不由暗暗感激乔梁 如果吴惠文消无声息 在松北住一宿就走了 事后自己会很被动尴尬的 然后大家干杯 吴惠文今晚心情不错 也干了 小郑不喝酒 直接要了饭开始吃 然后大家继续喝酒 苗培龙和姚县轮番给吴惠文敬酒 吴惠文虽然酒量不大 但还是很给他们面子 都干了 几杯酒过后 吴惠文的脸上浮出一片红韵 乔梁看着吴惠文 觉得吴惠文此时很美丽 很动人 吴市长 我也敬你一杯酒 感谢吴市长 今天给我一个能给你服务的机会 乔梁举起酒杯 吴惠文举起酒杯笑道 乔主任 敬的酒可是要喝的 不然乔主任会把酒泼到地上去 那我可就难堪了 苗培龙忍不住笑起来 姚健也笑 他来松北后不久 就听说了那次乔梁和景浩然喝酒的事 一方面佩服乔梁胆大 另一方面又觉得乔梁太狂妄 此时听吴惠文这么说 苗培龙和姚健都感觉 他似乎对乔梁那次的举动颇为欣赏 乔梁脸上顿时尴尬 吴市长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当着苗书记和姚县长的面 多不好意思 怎么 既然敢做 还派人说 我就提你这一壶 不服 服 服 我哪里敢不服吴市长呢 乔梁一咧嘴 吴惠文开心地干了 小郑吃完饭 站起来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先出去了 然后吴惠文举起酒杯 看着苗培龙 苗书记 这是你就任松北县委书记后 我第一次来松北 虽然这次是路过 不是正式来视察 但我还是要给你祝贺 感谢市委 感谢吴市长 苗培龙忙和吴惠文碰杯 其实你应该感谢的是省力 不是吗 吴惠文含笑道 这个 呵呵 苗培龙干笑一声 当然 你最应该感谢的是松北的广大干部群众 吴惠文接着道 吴市长的意思是 苗培龙谨慎地看着吴惠文 用乔主任的话说 这叫众望所归 吴惠文一指乔梁 苗培龙看看乔梁 乔梁黑黑笑了下 其实乔主任不光对我这么说的 对省委廖书记也是这么说的 吴惠文又说了一句 啊 廖书记 苗培龙吃了一惊 瞪大眼看着乔梁 他怎么会有机会和廖古风说上话 这太不思议了 姚剑同样很吃惊 带着和苗培龙同样的想法 吴惠文一板正经道 乔主任告诉我 他下午在省委大院遇到廖书记了 和廖书记亲切攀谈了一会 谈到松北县委书记的事情的时候 他拍着廖书记的肩膀 语重心肠 说了这四个字 吐 乔梁憋不住笑出来 吴惠文真逗 拿自己开起算来了 苗培龙和姚剑也忍不住笑起来 知道吴惠文在开玩笑 一方面感觉出了吴惠文对乔梁的喜爱 另一方面 却还是很吃惊 乔梁是如何和廖古风说上话的 你们别听吴市长的 事情是这样的 乔梁把自己跟着徐鸿刚 在省委大院遇到廖古风的事 简单说了下 原来如此 苗培龙和姚剑这回明白了 苗培龙这时突然有些兴奋 自己的事竟然惊动了廖古风 廖古风竟然认可了乔梁说的众望所归 这太让人激动了 不由暗暗又感激乔梁 好兄弟 姚剑暗暗羡慕妒忌苗培龙 这小子实在走运 只是不知这运气从何而来 饭局结束后 苗培龙和姚剑把吴惠文送到贵宾楼下 然后告辞离去 吴惠文今晚喝得有点多 略有些不胜酒力 上楼梯的时候没注意 一脚踩空了 哎呀 吴惠文一声惊叫 身体往后一歪 哦 冷不防被吴惠文的手抓住 乔梁倒吸一口凉气 呲牙咧嘴 爱马 下手有些重啊 吴惠文这时重心不稳 随即身体一斜 靠在乔梁怀里 乔梁不由心砰砰直跳 这可是江州百万人敬仰的美女市长啊 此刻却不小心靠在自己怀里 吴市长 你没事吧 乔梁不敢造次 芒托离和吴惠文身体的接触 把她扶稳 嗯 我没事 吴惠文脸红红点点头道 吴惠文接着继续上楼 随即却又挨压叫了一声 满脸痛苦之色 怎么了 吴市长 乔梁关切道 右脚脖子崴了 吴惠文疼得直吸气 乔梁忙挽住吴惠文的胳膊 我扶你回去 吴惠文点点头 下一时抓住乔梁的手 进了吴惠文房间 乔梁让她坐在床沿 吴市长 还疼不 吴惠文试了下 还疼 我给你按按吧 会有效果的 你会这个 吴惠文来了兴趣 乔梁认真地点点头 那你来试试 乔梁蹲下身 脱掉吴惠文的鞋子 把袜子往下撸了下 开始给她按摩脚脖 乔梁不敢胡思乱想 专心致志做按摩 乔梁的手法很到位 吴惠文感觉很舒服 不由赞道 小乔 看不出你还会这个 跟谁学的 乔梁笑笑 边按边道 我老家村里有个老中医 我小时候没事常去他那里玩 一来二去就学会了 嗯 不错不错 你这手法 等退休了 可以去开个中医按摩馆 乔梁笑起来 我退休还早呢 那你现在就搞个第二职业吧 那可是违反规定的 啊 看不出你还挺守规矩 必须的 我是党的人 要把终身献给党 哈 吴惠文被乔梁逗乐了 按了大半天 乔梁停下站起来 吴市长 试试看 轻了不 吴惠文站起来走了几步 冲乔梁一束大拇指 小子 真有你的 好多了 乔梁开心笑了 好好睡一晚 明天就正常了 吴惠文轻声笑起来 看着乔梁的目光 关切又温和 乔梁突然发现自己在吴惠文面前有些尴尬 虽然自己和女人有过那时 但在成熟的女人面前 自己还是显得稚嫩 第二天早上 苗培龙和姚剑过来陪吴惠文吃早饭 吃完早饭 吴惠文和乔梁告辞 直接回江州 回去的车上 吴惠文一本正经问乔梁 小乔 还疼不 乔梁知道吴惠文问的是什么 也规规矩矩回答道 报告吴市长 不疼了 彻底好了 那就好 吴惠文松了口气 又抿嘴笑了下 小镇边开车边琢磨 莫非是乔梁昨晚喝多了头疼 吴市长可真关心下属 从后视镜里看到吴惠文在笑 乔梁不由也笑了 心里却又涌出一阵奇妙的感觉 不由对和美女市长 这趟短暂的旅途 有些留恋不舍 乔梁此时觉得 吴惠文不管是从围观 还是做女人来说 都很优秀 哎 要是自己真的能跟着吴惠文 做事多好啊 乔梁不由这样想 但看看正专心开车的小镇 乔梁随即清醒 虽然不知道 小镇到底是什么来头 什么背景 但他笃定 无疑是徐鸿刚的人 如果自己在他面前 对吴惠文表现出过多的热情 说不定徐鸿刚随后就会知道 随即就会对自己产生猜疑 觉得自己想攀附高知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会很糟糕 如此或从口出 还是少说为妙 这样想着 乔梁不由对小镇 有了几分防备心理 回到江州 先把吴惠文送到市政府 然后乔梁回到办公室 一会月姗姗送过来一份文件 乔梁看完后 拿着文件去了叶欣怡办公室 去黄园还顺利吧 叶欣怡边看文件边 随口问了一句 顺利 把徐部长送到黄园 还顺便烧了位大美女回来 大美女 哪位 叶欣怡抬头看着乔梁 吴市长啊 她的车在黄园出了点事故 搭我们的车回来的 有美女大领导作伴 是不是感觉很好啊 叶欣怡撇撇嘴 乔梁呲一笑 还可以 不过要是加上你 这位美女小领导 就更好了 叶欣怡哼了一下 乔梁 我看你 应该改名叫黄梁 为什么 乔梁摸摸脑袋 因为你整天 做黄梁美梦 竟想好事 叶欣怡又撇撇嘴 乔梁黑黑一笑 做美梦 也不是啥坏事啊 有梦想 才有做事的动力呢 如此说来 你如此卖力做事 就是为了美女咯 叶欣怡带着 讥讽的口吻 这难道不对吗 当然不对 两人正在瞪眼 一位同事推门进来了 乔梁忙转过身 往外走 乔梁回到办公室 拉开窗帘 外面的阳光射进来 乔梁坐在窗前 两腿分开 没有干毛巾擦 那就晒干吧 正午的阳光暖暖的 很舒服 乔梁靠在椅背 打起了瞌睡 迷糊中 乔梁梦见了自己那晚 在松北和叶欣怡发生的事 中午下班后 叶欣怡走出办公室 经过乔梁办公室门口的时候 看她办公室门开着 乔梁正被对门 坐在椅子上 叶欣怡手捏脚走进去 一看乔梁脑袋 正靠在椅背上睡的香 不知在做什么好梦 嘴角竟然在流哈喇子 乔梁一觉醒来 定定神 擦擦嘴角的口水 乔梁起来洗了把脸 看时间已是中午 肚子开始叫了 正打算出去吃饭 叶欣怡提着盒饭站在门口 叶部长 这 乔梁看着叶欣怡眨眼 估计你没出去吃饭 我给你打了盒饭 叶欣怡进来 把乔梁那份放在桌上 提着自己那份要走 乔梁心里一热 这女人真体贴 叶部长 别走了 在我办公室一起吃吧 叶欣怡迟疑了一下 叶部长 谢谢领导给我打饭 来 请坐 在这里吃吧 乔梁一副规矩的样子 叶欣怡也觉得一个人吃饭闷 有个人说话也不错 就答应着坐下来 两人开始吃饭 乔梁边吃边夸 叶部长打的饭就是好吃 真香 好久没吃到这么可口的饭菜了 叶欣怡翻翻眼皮 这就一普普通通的盒饭 有这么夸张吗 不是夸张 是真的好吃 乔梁三两口吃完 摸摸嘴 看在你给我打饭的份上 那检查就免了 以后你要再接再厉 叶欣怡一听来气了 老娘本来就没打算给你写检查 这家伙自我感觉太好了 还想让自己再接再厉 继续给他打饭吃 做梦 一生气就不想吃了 把餐具一放 叶部长才吃了一半 你怎么不吃了 乔梁看着叶欣怡 没胃口 叶欣怡美好气道 为什么没胃口 让你气的 叶欣怡一瞪眼 乔梁委屈道 叶部长 你是我领导 我哪敢气你呢 来 听话 吃饭 我说不吃就不吃 叶欣怡来了 倔脾气 这么好吃的饭 你不吃我可就吃了 随便 叶欣怡随口道 乔梁二话不说 拿过叶欣怡的盒饭 就大口吃起来 看乔梁吃得香 叶欣怡直发愣 这家伙用的是自己的餐具 吃的是自己的饭 不知为何 叶欣怡心里 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随即叶欣怡为这感觉困扰 用力摇摇头 你摇头也晚了 我已经吃完了 乔梁吃完 放下餐具 滋牙一笑 叶欣怡苦笑了下 定定神 乔梁 我想认真和你谈谈 好的 叶部长请指示 乔梁坐正身体 一板正经道 我是你领导 你不许老师调戏我 应该尊敬我才是 叶欣怡严肃道 乔梁委屈道 叶部长 我在人前对你一直很尊敬啊 我说的不是人前 是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 乔梁点点头 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 你想要我怎么尊敬你 这个还用我说吗 叶欣怡翻翻眼皮 哦 我想想 乔梁沉思片刻 照你这么说 那晚在松北喝醉的时候 你硬要往我怀里钻 我当时很不主动 是不是不尊敬领导 是不是我该主动往你怀里钻啊 你你 下流 叶欣怡的浑身哆嗦 叶部长 你是领导 可别这么说 从来只有美女领导对我下流 我是无论如何 也不敢对美女领导 有非分之想的 乔梁一副无辜的样子 叶欣怡知道自己 是说不过乔梁这两片子的 本想数落数落他 不曾想又被他调戏 这家伙在人前 确实是把自己当作领导来尊敬 可人后呢 他整个就是一大夜 哎 没智了 叶欣怡心里一声叹息 愤然起身就走 看着叶欣怡气火火出去 乔梁咧嘴无声笑了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 乔梁接到方小雅的电话 约他晚上一起吃饭 说有事要谈 乔梁随即答应下来 下班后 你在大院门口等着 我带车去接你 方小雅挂了电话 下班后 乔梁下楼 徐鸿刚的车停在楼下 没见到小郑 想来他已经下班走了 徐鸿刚去北京学习 他的车一般人是不能用的 小郑倒是松闲了 乔梁去了大院门口 在附近溜达着 一会 一辆黑色轿车 在他跟前停下 后车窗落下 方小雅冲他招手 乔梁直接过去上了车后座 车子随即启动 今晚你想吃什么 方小雅问乔梁 海鲜 乔梁干脆道 好 去天天渔岗 方小雅伸手拍拍司机的肩膀 好的 姐 司机点点头 听司机声音很熟 乔梁定睛一看 浑身一震 不由啊了一声 这司机竟然是小郑 小郑竟然叫方小雅姐 这 小郑 你们 乔梁睁大眼看看小郑 又看着方小雅 面带困色 小郑呵呵笑了下 继续开车 方小雅沉静地看着乔梁 轻声道 该到让你知道 小郑身份的时候了 我知道你一直觉得 他是个谜 乔梁晕乎乎点点头 小郑叫你姐 你们是姐弟关系 是的 方小雅点点头 可你明明是独生女 哪里又冒出个弟弟来 乔梁的脑子飞速转悠着 难道是方小雅的妈妈去世后 方正太又找了女人 虽没有明媚正娶 却还是给方小雅生了个 同父异母的弟弟 可如果这样 小郑为何会姓郑 又为何要给徐红刚开车 乔梁脑海里翻腾着 一时迷雾重重 方小雅接着给乔梁解开了谜团 原来小郑和方小雅 毫无血缘关系 是方正太八年前 到外地出差的时候 遇到的流浪孤儿 方正太看她可怜 就收养了她 除了给她风浴的生活保障 还送她去私立学校读书 小郑对方正太感恩涕零 就拜方正太为义父 方小雅那时在美国 方正太身边没有子女 颇感寂寞 又看小郑厚道伶俐 内心不由喜欢 就把她收为义子 读了几年书 小郑就在集团做事 跟着方正太开车 成为方正太身边 最可靠的贴心人 方正太原本的打算是 让小郑跟自己几年长长见识 锻炼成熟后 到集团管理岗位去做事 不曾想还没来得及 等到那时候就突遭车祸离世 方正太去世后 方小雅从美国火速赶回接手集团 那时宁海龙正在办 方正太的车祸案子 找小郑询问过几次当时的情况 方小雅从小郑口里得知 宁海龙在对她询问的时候 一方面颠倒黑白强词夺理 一方面又威逼恐吓 随即意识到 爸爸的车祸案子有蹊跷 意识到小郑如果不按宁海龙的意思去说 很可能会有人身危险 为了查出爸爸死亡的真相 为了保护小郑的安全 方小雅想到了 刚从省城空降到江州的徐鸿刚 就把小郑推荐给徐鸿刚做司机 一方面小郑是自己人 正和徐鸿刚心意 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小郑的安全 相信没人敢对市委常委的司机下手 于是小郑就隐瞒身份 成了徐鸿刚的司机 听方小雅说完 乔梁恍然大悟 之前的困惑都找到了答案 原来小郑是方正泰的义子 是方小雅的异地 兄弟 乔梁使劲拍拍小郑的肩膀 有些激动 又有些唏嘘 还对自己之前对小郑的戒备惭愧 小郑呵呵笑着 边开车边道 乔哥 我知道你对我的身份 一直是困惑的 只是事出有因 我不能随便暴露身份啊 不过你的困惑 我都告诉姐了 乔梁点点头 怪不得那天宁海龙 见到你的时候 眼神怪怪的 现在我明白了 方小雅道 宁海龙虽然意外惊疑 却想不透其中的缘由 而且 小郑跟在徐鸿刚身边 他是无论如何 也不敢招惹的 小雅 你这办法很高明 乔梁不由赞道 方小雅得意笑起来 对了 徐部长知道 你和小郑的关系吗 知道你安排小郑 给他开车的真实用意不 乔梁又问 知道 方小雅点点头 乔梁沉思片刻 那就是说 徐部长知道 你父亲的死令有蹊跷 也怀疑宁海龙办的这案子有问题 方小雅又点点头 乔梁接着问道 徐部长对这事是怎么看的 方小雅道 她的想法和我们一样 暗中调查 不打草惊蛇 她说 在必要的关键时候会出手的 只是现在不到火候 想到方小雅爸爸的案子 有徐鸿刚这样一位巨头 在幕后支持 乔梁不由来了信心和底气 对了 徐部长知道我和老三参与的是不 乔梁又问 方小雅摇摇头 我现在还没告诉她 还不到合适的时候 乔梁点点头 方小雅做事很有分寸 如果徐鸿刚知道自己 一直在暗中帮助方小雅 不知她心里会怎么想 又会怎么认为自己 和方小雅的关系 到了天天渔港 下车后 小正对方小雅道 姐 你们去楼上担间 我在楼下大厅吃 今天得知了小正的身份 乔梁不由对小正多了几分亲近 刚想要小正一起上去 方小雅先点头答应了 好 你在大厅留一点 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电话 乔梁随即意识到了方小雅的意思 不说了 两人直接上了楼上担间 点了韭菜 韭菜上齐 方小雅举起酒杯 来 乔大主任 先干一杯 你今晚找我不是要谈试的吗 乔梁喝完道 是的 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方小雅话没说完 手机突然响了 接完脸色微微一变 看着乔梁 宁海龙和叶欣怡来了 在楼下大厅吃的 还有两个老人 宁海龙和叶欣怡看到小正了 乔梁一听 知道是宁海龙一家来这吃饭了 叶欣怡看到小正没事 宁海龙却不知会怎么想 乔梁略一沉思 站起来 我下去看看 说完乔梁出了房间 下楼到了大厅 看到小正坐在靠窗的位置低头吃饭 宁海龙一家坐在临坐 宁海龙正眼神直勾勾地看着小正 乔梁直接走过去 主动打招呼 叶部长 你们也来这里吃饭了 叶欣怡看到乔梁 暗暗点头 果然不错 徐鸿刚不在江州 小正是跟着乔梁出来的 宁海龙看到乔梁 暗暗琢磨 这小子不知在楼上和谁吃饭的 让小正独自在楼下吃 宁子轩看到乔梁 立刻带着敌视和憎恶的眼神 这兔崽子 那天一早和叶欣怡在公园钻竹林 还羞辱自己 着实可恶 宁子轩虽然怀疑乔梁和叶欣怡 那天早上在公园钻竹林有猫腻 却没告诉宁海龙 毕竟心里有鬼 怕儿子怀疑他 赢者见淫为老不尊 叶欣怡冲乔梁点点头 乔梁接着和宁海龙打招呼 命之对 晚上好 宁海龙又直勾勾看着乔梁 皮笑肉不笑点点头 乔主任也来这里吃饭的 是啊 我和几个大学同学在这里聚会的 正好小正没事 就让他来开车接送一下大家 小正不喝酒 就先在楼下吃了 乔梁道 听乔梁说大学同学聚会 叶欣怡随口道 方小雅和你那个叫杨勇的老三哥们也来了 方小雅有事没来 杨勇在 今晚聚会的都是一帮男爷们 乔梁怕说 方小雅在叶欣怡上去 信口胡周 叶欣怡听了 既然方小雅没来 既然都是男的 那就不上去了 听叶欣怡和乔梁提到老三 宁海龙眼皮微微一跳 宁海龙这微妙的神情 没有逃过乔梁的眼睛 乔梁心里微微一缩 难道宁海龙知道老三 不急多想 乔梁对小正道 小正 我下来是告诉你 我那帮哥们都挺能喝 估计一时半会结束不了 你吃完后在车上等我们一会 不要着急 好的 乔主任 小正笑笑 然后乔梁又冲叶欣怡和宁海龙笑笑 叶部长 宁支队 你们慢慢吃 祝你们今晚有个好心情 叶欣怡点点头 祝你们同学聚会开心 宁海龙则眉头微皱看着乔梁 暗暗琢磨着什么 宁子轩这会一直不看乔梁 和老伴只顾吃东西 然后乔梁上楼回了房间 对方小雅道 没事了 宁海龙虽然看到了小正 但有叶欣怡在 她也不敢对小正怎么样 叶欣怡不知道我在上面吧 方小雅道 乔梁摇摇头 我说和几个大学同学聚会的 你有事没来 不过叶欣怡问起老三的时候 我发现宁海龙的神情有些异常 这就对了 方小雅一拍手 怎么对了 乔梁慕明道 这就是我今晚要和你说的事 老三暗中监视金涛和宁海龙的事 似乎被人察觉了 他遭到了反跟踪 啊 乔梁吃了一惊 随即想到了刚才宁海龙的异常神情 脱口而出 难道是宁海龙发掘了 安排人反跟踪老三 方小雅点点头 照你刚才说的宁海龙的表现 似乎应该是这样 毕竟他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 老三虽然行动很隐秘 但还是被宁海龙发掘了 老三现在没事吧 乔梁有些担心 目前是没有什么事的 老三说 跟踪他的人行为同样很隐秘 而且很有经验 他多次想试图摆脱 都没成功 跟踪他的人似乎极有耐心 似乎并不想打草惊蛇 似乎并不知道被老三发掘了 乔梁琢磨了片刻 果断道 告诉老三 立刻停止对宁海龙和金涛的跟踪调查 绝不能因为这事给老三带来安全风险 方小雅点点头 我也是这么想的 安全第一 乔梁继续琢磨着 我怀疑宁海龙正在暗中调查老三 让他暂时离开江州一些时间吧 避避风头 好 我今晚就通知他 乔梁皱皱眉头 不出意外 宁海龙现在应该知道老三和你我的关系了 知道老三跟踪监视金涛的意图了 本来想秘密进行此事的 现在看来 似乎有些打草惊蛇 那怎么办 方小雅有些紧张 乔梁沉思片刻 事情既然到了这个程度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看似乎该让一个人出手了 谁 乔梁缓缓道 吕茜 吕茜 方小雅眉头紧锁 吕茜和我们只是两次饭局的交往 并无什么身交 而且 他是宁海龙的直接上司 在我们和宁海龙之间 他会更相信谁 还有 你有什么把握他会帮我们 乔梁笑了下 虽然吕茜是宁海龙的直接上司 虽然他和我们并无身交 但他和宁海龙也没有什么身交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我直觉此人有很强的正义感 据我和他的接触得知 他现在已经对宁海龙办的这个案子 感到了一些猫腻 正在暗中调查 方小雅沉思着 那天我们一起吃过饭 送吕茜回去的路上 他旁敲侧击问我这案子的事 因为我对他并不了解 就没告诉他 没想到他已经在暗中调查此案了 不知他调查此案的目的何在 不管他是什么目的 起码对我们是没有坏处的 甚至 他能给我们帮大忙 所以 我想回头找吕茜谈谈 你有把握他不会出卖我们 方小雅还是有顾虑 凭我的直觉 他不会 乔梁干脆道 看乔梁回答得如此肯定 方小雅点点头 那好吧 赌一把 现在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一会方小雅的手机信息提示音响了 方小雅看完道 宁海龙和叶欣怡他们吃完饭走了 乔梁点点头 我们也吃饭 吃过饭 小郑先开车送乔梁回家 路上方小雅问乔梁 你和他现在还好吧 乔梁知道方小雅说的他是张梅 虽然自己已经和张梅离婚了 但此时却不能告诉方小雅 就点点头 一切照旧 方小雅看乔梁在自己面前口风如此言 知道他是要遵守和张梅的协议 而自己虽然明知乔梁和张梅已经分手 而且还是自己亲手操作的 但却也不能在乔梁面前露出一丝痕迹 如此一想 不由心里憋闷 暗暗叹息一声 乔梁和方小雅都明白事情的真相 却又不得不互相隐瞒着对方 这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种煎熬 这种煎熬不知何时是个尽头 乔梁回到家 张梅正盘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看乔梁回来 张梅翻翻眼疲眉之声 乔梁也没作声 直接进了自己房间 半靠在床头 边抽烟边琢磨着自己的心事 此时 叶欣怡嫁 叶欣怡关在卧室看书 宁海龙正站在阳台低声打电话 那个暗中跟踪 我和金涛的人身份查清了 宁海龙的声音很恭敬 说 电话里一个低沉的男人声音 此人叫杨勇 外号老三 职业是私家侦探 是乔梁和方小雅的大学同学 和他们关系很密切 你认为此人跟踪金涛和你的目的是什么 那男人的声音依然很低沉 据我的初步判断 似乎应该是和方小雅怀疑方正太的死因有关 此人在帮他们调查 既然此人现在调查金涛 那似乎赵士者那边出了什么破绽 或者走漏了什么口风 赵士者不是在监狱里吗 他怎么能走漏口风 金涛不是给了他家里一笔钱 又对他软硬兼施了吗 他怎么敢乱说什么 这个现在一时搞不清 我下一步继续查 对方沉默半赏 接着道 你现在需要做好三件事 第一 务必封住赵士者的口 绝不可以让他胡说八道什么 第二 你立刻减少和金涛不必要的接触 甚至 在必要的时候 要和他划清界限 不能让他把你拖进去 第三 继续跟踪调查那的私家侦探 一旦查清他知道了什么对我们不利的东西 要对他采取果断行动 好 我知道了 对方又沉默片刻 道 乔良 怎么什么事都少不了这小子 你说他是不是这事的主谋 这个 暂时不好确定 你是办案的 没有证据 自然是不能确定 但我的直觉 却应该是这样 对方的口气有些武断 说完挂了电话 宁海龙重重呼了口气 看着清冷的夜空 反复琢磨着那人的话 眼神越来越冷 第二天上午 方小雅约乔良在一家茶馆见面 把一个U盘交给乔良 前期的调查结果都在里面 包括肇事者的录音 乔良把U盘收起 老三呢 他一早就跟着一个户外自驾车队出发了 行程不近 要一个月后才能回来 乔良笑了 这家伙倒是逍遥 好啊 跟踪他的人如果不嫌麻烦 就跟着去自驾游吧 方小雅也笑了 随即又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找吕倩 现在就找他 乔良随即摸出手机 打给了吕倩 很快接通 乔老爷好 电话里传来吕倩清脆的声音 吕大局长好 乔良笑道 这会忙不 不忙 乔老爷什么指示 没指示 我在茶馆喝茶的 你来不 还有谁 乔良看了方小雅一眼 接着道 就我自己 呃 这孤男寡女的一起喝茶 方便吗 吕倩调侃道 大白天你担心什么 怕失身就别来了 乔良逆笑了一下 去你的 告诉我茶馆地址 我这就过去 吕倩知道 乔良这时候找自己 一定不是单纯喝茶 乔良告诉了吕倩地址 然后挂了电话 方小雅似笑非笑看着乔良 听你和吕倩说话的口气 似乎你们关系不一般啊 你想多了 吕倩性格活泼 不拘小节 我和她开玩笑而已 好吧 我就把这孤男寡女的机会 留给你们 方小雅接着起身走了 不到一刻钟 吕倩到了 乔良给她泡了一杯茶 吕倩坐在乔良对面 笑盈盈看着她 乔老爷 废话少说 直奔主题吧 乔良喜欢吕倩做事得痛快 开门见山道 我约你来 是想和你谈谈方小雅爸爸案子的事 吕倩眼神一亮 你说 先告诉我你调查到什么程度了 吕倩点点头 因为在案卷里发现了一些蹊跷之处 我暗中进行了一些调查 先从赵氏者查起 发现赵氏者的女儿得了白血病 她出事后 所在公司的老板金涛 安排人给他家送去了一笔钱 这就奇怪了 按说作为赵氏者公司的老板 金涛要是给钱 也应该给受害方 怎么给赵氏者呢 嗯 继续说 乔良点点头 接下来 我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 金涛给赵氏者加的钱 给孩子看病花光后 他们家又得到了一笔数目客观的捐助 这捐助人不是金涛 是个女的 我正在查这女叫什么名字 什么身份 捐助的目的又是为何 好了 今天故事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